三场比赛全部都打满五局 并且在周宇和樊振东比赛当中 都是一度0比2落后 又连班三局 而相对朝鲜队而言 中国队要经常的参加比赛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机会 去研究中国队打法 今天的中国队一定是 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今天在武汉五环球 中心现场来了很多军队的拉拉队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了 这种主场做 漂亮 和樊振东打的这种强强对抗 发球直接从长球打起 这球回弹 巧楚之位的中国队 所以他们更是把姿态摆得比较低 摆在一个冲击的位置 好投阵 拿下手盘之后呢 对后面两位出场的队友 心态摆得比较低 对后面两位出场的队友 一定要提防对方这样凶狠的上手 漂亮 漂亮 製作人 很凶狠的上手 一有机会啊就像这样侧身来抢拉 看了 一有机会啊就像这样侧身来抢拉 第一局上来双方打得很胶着 8比8 这两个发球很关键 发 8 一定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我们刚刚在镜头当中看到了八一队的主教练 也是前世界冠军王涛 形成对拉 漂亮 他回到反手半台 这种冲击和国杀十分的凶悍 这次冠军也是中国南平的核心主力 今天晚上他一定是肩负更多的责任 过来 错 漂亮 过来 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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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控制 点摆三板 第四板披出去 发 发 今天场上的两个人进入比赛状态都很快 第二局一上来依旧很胶着 3比3 一个几场 3比4 加油 凡仁东发球开始有变化 往中间站一站 逆旋转 手非常强势 这球主要凡仁东 凡仁东 发 逆旋转 还是逆旋转发到正短 漂亮 这一发轮次非常的关键 看看凡仁东怎么处理 第一板一定要控制住 机会 其实鞋有成 发 凡仁东 凡仁东 正确抓住这个发球拳 扩大比分 实力型的打法 打大路球 打这种发力的球 对 所以我们欣赏到的完全是一种 暴力美学的乒乓者 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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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出 对手 球路非常的相似 风格也很类似 9比10 还是发正短 还是发正短 漂亮 这双方在前两局当中是战成1比1 前两局打成1比1 正如我们赛前所讲 今天的这一场比赛 面对神秘支持朝鲜 一定不好打 到了小组赛的胜利 小组赛的接发球 面对樊正东的逆旋转 没有前两局接得那么好 漂亮 我们看这个球是快批到 邢永成正手大角度 他吊起来之后马上反拉 反动两个发球 反动两个发球 倒入约 我们看其实是正手拉到贤友诚的中路 而这一把拉出了机会 两个人对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落点的变换 漂亮漂亮 再次形成对拉 现在四平之后连得三分 看看反正能不能抓住 8比4 8比4 9比5 5比4 7比6 7比4 哇 擦鞭 10比6 这球要是上台了 就是个好球 是一个穿越 我们刚才凡真东还是很有经验 这个时候把比赛节奏放慢了一点 非常紧张的时候 随便这位帮助我们的心动比较出来了 那么今度到我们有加快运压的经济 我们上一届的军队队 深的进攻还是很猛的 其实打到第四局也是双方这次比赛的第二次交手 反正到现在也有一些心得 好球 降低了一些 这一板给了对手机会侧身 就是正手形成对拉 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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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 这个开局 樊振东没有抓住 漂亮漂亮 追回一分 再摆 正守卫准备反拉 这般反拉的质量力量都很大 这次也是完全是国家队的阵容 那么在朝鲜女队当中呢 除了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金南海 更有16年里约奥运会 好 散婷回来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好漂亮 还是有点吃这个侧上 这个球揭发质量比较低 8比7 优势关键分 机会 全台队拉 然后赢下了这一球 这也是一个士气分 但这一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贤友成啊 他的这种爆发力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反守位 他能够退到中远台 和樊振东进行这种弧圈球的对拉 我们要知道用反守拉 这种中远台的弧圈球是很难的 朝鲜运动员 朝鲜队也是一直被大家称作神秘之师 考验樊振东把握关键分的能力 这样为大家带来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战略